在香港 有一叫做狗牙山的地方 这里坐落着与世隔绝的小山村 其中居民大多淳朴 除了以下无人 这位兽子 喜好养蛇 平时以蛇胆为食 喝酒前都会让他的宝贝蛇先喝 然后再享用他们 在兽子眼里 这可比喝蛇酒不太多了 这位胖子 智商如同小孩 家里养有恶犬 自己舍不得吃的肉 都位格了对方 大胡子和刀疤 天生的流氓 制药是坏事 两人都爱干 这人叫长毛 是胖子的表哥 他上乘设置陷阱捕猎 为人卑鄙龙龙 刺激人中的老大 无人组成太保团 常在村子里面 干些偷襟摸狗之事 如今村里通了汽车 爱与狗牙山秀丽景色 很多游客闻名而来 爱迪和妹妹小红 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告别父亲 和几位好友来到狗牙山 想要在此地露营玩圣山天 坐上除了喇叭不响 哪里都响的小巴车 众人来到狗牙山脚下 带上行李 开始拔山射水 途中山清水秀 让他们不知疲惫 但奇怪的是 狗牙山间的烟雾 始终不肯散去 让此地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小红没出过远门 走到哪里 都爱多看几眼 被景色迷住的同时 她似乎察觉 有人在暗中观察他们 小红失序 被哥哥爱迪的呼唤拉回 经过数小时旅程 众人终于来到狗牙山 唯一的山村 疲惫着他们 找到了一间小卖部 买到汽水解渴 老板是当地村长 见到一群年轻人 他似乎习以为常 小红想给父亲报平安 问村长有没有电话 老人趁这里没有信号 所以没有安装 等到小红几人离开 村长诡异地笑了起来 离开村长家 几人打算离开这里 到一偏僻地方眨饮 小红和另一女子的身影 让村里的大胡子和刀疤 眼前一亮 两人色心大气 脑海中打起了小算盘 爱迪等人将营地选在山腰 他很好游去树林砍才准备生活 而营地这边 小红正在烧水 突然 他感觉有人接近 一看 既是大胡子和刀疤 两人色眯眯地看着小红 慢慢靠近对方 小红被吓得缓缓 然后退 这一幕 被一旁的年轻群里看到 这个小伙子胆小 见大胡子和刀疤面向争灵 他不敢靠近 关键时刻 爱迪两人回来 双方剑拔弩张 不服气的刀疤 像要动手 被大胡子拦下 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 两人只能骂着脏话离开 同伴问爱迪 会不会有麻烦 爱迪性格刚烈 他表示这群山里人 只会小偷小摸吧了 不用放在心上 突如其来的小插曲 没有打扰众人性质 他们开始动手建造营地 小红发现菜弄脏的 想去山下铺库洗洗 哥哥爱迪不放心 让年轻情侣陪同 三人来到铺库 小伙子突然口渴 想去买汽水 小红让他俩放心离去 自己不会有事 情侣走后 小红安心洗菜 他们又注意到 脚下有一水面 一直在冒着水泡 而小伙和驴又在买汽水途中 一直打打唠唠 丝毫没有注意到实践 终于不幸的事情 还是发生 小红感觉水下有动静 他埋头一趟 一带着流透的人突然出现 这是刚才的造反 这次他没有一人前来 而是带上四位好友 也就是之前提到了胖子 瘦子和长毛几人 众人围住小红 将其调戏 小红被吓得掉入了湖底 长毛见帮兄弟们出了气 便叫几人收手准备离开 这时小红跃出水面 湖水浸透了他的衣服 曼妙的身材 若隐若现 长毛几人看到眼睛发指 他们没能抵挡住诱惑 将小红手脚撑住 实实了侮辱 只有胖子 待在一边 不足如何是好 小红的吼叫声 回荡在瀑布周围 但就像之前小伙说的一样 声音在这里 根本就传不出去 几小时后 情侣两人买汽水回到营地 艾迪问他的妹妹小红在哪 小伙子说出了事情缘由 他还以为 小红会先到一步了 艾迪感觉情况不妙 几人来到瀑布找人 终于在一石头上 发现了一石不挂的小红 或者已经昏迷 艾迪背头欲嘴 他将衣服盖在妹妹身上 这时 树林间传出了人的声音 艾迪想也没想 不顾同伴劝阻 手持利器 追了过去 一番追逐 在树林间 艾迪抓到了凶手之一的刀疤 正当他要为妹妹报仇之剧 狂毛从背后偷袭 将艾迪打入了 他用来捕猎野猪的陷阱 陷阱里面 全是削尖的竹头 从艾迪的惨叫声 可以想象得到 他有多么的痛苦 甚至胖浪费食材 将他的宝贝蛇 全部倒入陷阱 无数的毒蛇 视角着艾迪 他的声音渐渐虚弱 惨剧终于发生 艾迪的同伴报警 在树林间 找到了艾迪尸体 敌人悲痛欲绝 村长向警察解释 艾迪掉入陷阱里去世 很有可能是意外 艾迪同伴怒了 他们称艾迪 是被村里一群流氓所害 村长访认 他的村子里面有坏人 他们当地居民 都是淳朴的老四人 怎么会做出 这种事情来了 这时 一喝醉酒的村民 走了出来 他访认了村长的话 因为他家里养的鸡 经常被五个流氓偷走 而且他亲眼看到 昨天五人 为谁一旅人而去 警察按照村民的话 叫长毛五人 抓到了警局 结果等到指证的时候 村民却因酒醒 变得唯唯落落 见到长毛几人 凶神恶煞的模样 他更是吓得口齿不轻 走出房间 警察问他是不是这些人 村民慌忙讽认 说到自己是喝醉酒 忽乱说的 就这样 因为没有证据 警方只能放长毛等人离开 此时某精神病院内 正如一位怒气冲冲的男子 他叫老李 是艾迪和小红的父亲 看着眼前因被侮辱 而导致精神失常的女儿 老李心中怒火 可想而知 回到家里 飞向车儿女游玩时间 打造一个他们早已 期盼很久的篮球框 如今做好了 儿女们却再也回不来 老李喝完闷酒 想起禅食异地的儿子艾迪 喝着在精神病院里的女儿小红 怒火中受的他 确定复仇 利用木匠的身份 老李打造了一系列陷阱 然后坐上小巴车 来到狗崖山 踏上儿女们 曾经走过的路程 老李悄然潜入了山村 此时长毛吉人 正在田里欺负一篮子 或者便是当日喝醉酒的村民 就算对方没有指证他们 长毛也不打算放过 吉人将其灌醉活埋 等长毛五人走后 老李出现 他救下了村民 在其口中得知事情原委 有了目标 老李开始筹划复仇行动 第一个倒霉的 便是刀疤 他深夜游荡在树林间 结果看到了一路影帐篷 想起昔日侮辱小红的画面 他以为又有少女在此扎影 色情大起的刀疤 缓缓走入帐篷 结果里面 地方有捕捉野兽的铁匣 刀疤脚被夹住 惨叫连连 老李趁机提刀杀猪 一刀下去 干净利落 刀疤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人头分离 第二天 其余四人 在村里各个角落 都没能找到好友刀疤 他们来到瀑布 胖子早累了 坐在山脚歇息 这时 他感觉头顶一凉 伸手一摸 尽是鲜血 原来是刀疤的尸体 被牢林扔在了瀑布上面 鲜血伴随着水 流了下来 几人为失去好友 痛哭流涕 他们将刀疤尸体安葬 这时 树林间传来动静 看了凶手 还在附近 四人纹身走入树林 分开寻找目标 大胡子小下一划 被绳子套住 随即提上高空 劳林将视线做好的箱子 放在大胡子头下 然后砍断绳子 大胡子禁止掉入 何故嵌入木箱 箱子内部 全是劳林安置好的戾气 这个玩意 就像古时候的血滴子 只要被他套住 其中感受 可想遏知 大胡子的惨叫 迎来其余三人 此时劳林着一跑远 大胡子忍痛 将箱子拔出 大胡子倒地痛苦去世 三人吓得不轻 立马逃出了树林 看到远处冒游烟雾 警察跟着慢慢靠近 原来是牢林 再替儿子艾迪 稍直祈祷 唐帽看到 杀死同伴的凶手 他怒火中烧 直奔而去 结果意外掉入了 当时杀死艾迪的陷阱之中 好在长毛清除陷阱原理 还没有被底下的力气中伤 甚至见错 失气力气 杀向牢林 不想脚下一划 被绳子套住 剑同伴们被困 胆小的胖子 拔腿就跑 牢林在后尾随 打翻胖子 失失累住了对方脖子 关键时刻 长毛两人摆脱陷阱 从背后刺伤了牢林 牢林眼见形势不妙 开始跑路 四人一路追逐 来到了瀑布 眼见四下乌路 牢林一跃而下 落入湖底 突然天空 变上雷鸣 下起了大雨 长毛见识起 断地会找洪水 这样一看 牢林没有生还的可能 三人掉头回到山村 喝了几瓶酒 压压惊 此时胖子的狗 饿得叫了起来 他拿出几碗肉 想要去喂对方 结果被长毛阻止 自己都还吃不饱 为这些畜生干嘛 爱于表哥的威信 胖子只能看着爱狗受饿 瘦子喝完酒后 准备回家 一进屋子 他才发现 家里成败上千的时候 居然全部被人放了出来 他的身上被多出咬伤 情急之下 逃出房屋 暗中的牢里 埋伏已久 突然迟到杀出 一道下去 结果了瘦子 早上 长毛两人来找同伴 在其屋内 发现了瘦子的尸体 将其裤子解开 里面掉出成堆的蛇 瘦子下半身 早已被蛇咬得干干净净 胖子被吓得倒地吼叫 长毛正立下来 他见到屋内 有一站有血迹的碎步 他实行让胖子的狗闻 狗子们闻后 随即冲出房屋 两人跟在其后 终于在树林里 胖子的狗 追踪到了受伤的牢里 牢里被狗咬住 他使劲巴吐 扔向狗子 意外扯出一堆烂肉 尽是刀疤尸体 狗子闻到肉味 昨晚被饿了一宿的他们 立马停下脚步 开始施咬刀疤的腐肉 没了狗子的帮忙 长毛只能实情不贵 与牢里单挑 侧上的牢里体力不支 渐渐落入下风 两人一路流打到了湖边 随后双双掉入水里 胖子在岸边 哭着呼唤表哥 他丢下绳子 扔进湖里 一人接住 缓缓游向岸边 见牢里没有动手的意思 胖子上前 抱住表哥的尸体痛哭 牢里大仇得报 缓缓离开 留下胖子一人 低声吼道 我没头没脏 又没杀人 问我什么事啊 四月后的狗牙山 村长迎来了自己的远方亲戚 其中有三位子儿 他们打扮 如同西日驱逝的五位太宝 三人来到山顶遥望 看到山下 走来一群欢声笑语 想要在此露营的年轻人 三人露出一样的笑容 一场悲剧 似乎又要在此地 重新上演